Zither Harp Always do 没理由 就要你做我女友 谁都没机会 就要占据你的心 不会拒绝我 So where are you Cons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 你在就是人群里的焦点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也让大家看到你C我 那认真不确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总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 girl 在你听完之说歌 是你的独白 因为不用再爱我都知道 Zither Harp 又落雪了 郑伯煦 他牵星空了 一年前和我一起选秀的那个人 如今已经成为闪亮的新星 而我还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行空娱乐会成为我的音乐天空吗 好像吗 看了 停 那几个跳舞的 行不行啊 吃饱饭了没有啊 能不能跳 不能跳给我滚 你会说话吗 怎么跟人说话呢 就瞅瞅 不 黑丝续关 我这不是为了敢进度吗 这个跟进不进度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一 你作为一个导演你一点都不专业 第二 你不懂得怎么去尊重别人 徐哥 怪我 怪我还不好吧 主要是我这有点着急了 怪我 你现在就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 咱们回头吧 现在就说 行 行 行 哥几个对不住了啊 咱们抓点时间 再来一遍 好不好 对不住 对不住 对不住啊 那哥布门 准备了啊 咱们再来一遍 徐哥喝水 我不喝 我不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师好 你好 不知道敲门吗 没规矩 回来回来 没事 杨真真是吧 欢迎你来我们星空娱乐应聘 我是这儿的经纪总监玉红 这位是我们的 启轩总监刘亦南 易总好 刘总好 坐下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杨真真 是小地方来的 我特别喜欢唱歌 小时候我妈说我还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哼曲了 而且我特别喜欢在别人面前表演 能把床当成舞台 剪根胡萝卜就是麦克风 上学了老师在上面讲课 我就在下面抄歌词 看着我喜欢的歌星照片 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能和他们一样 站在光芒万丈的舞台上 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掉下来了 我妈都觉得是唱歌影响了我的学习 把我的胳膊全撕了 还不许我在唱歌 所以这个我们俩都不知道吵了多少回 后来终于上了大学 我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 每天跟同学们一起练歌 有个学期我还当上了主唱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了 每天晚上等大家都睡了 我就一个人窝在被窝里 打着手电偷偷洗个 我当时就决定要去参加学修比赛 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个天赋 我们反正去试试呗 可当我真正的去参加比赛时 我才发现唱得好的人真的太多了 我的水平一点也不出众 经常遭到老师评委的批评 说我没有前途 我当时真的特别难过 但是我总不能就这样放弃我的音乐梦想 对吧 火来 我就坐着火车来到了北京 参加各种比赛 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功 北京是所有音乐人实现梦想的地方 可惜老天爷还是不眷顾 参加选秀比赛到现在 也有七八次了 可连初选都很难通过 行了行了行了 你跟我这说故事呢是吧 你不就是表达那个意思吗 有个当歌星的梦想 然后参加了很多选秀节目 第一轮就被淘汰对吧 我有一次经过二轮的 然后到二轮又被刷了对吧 没错啊 没错啊 看来 你还真的是很喜欢音乐 我不是喜欢 我是热爱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热爱 你再热爱 我们这儿也不如招歌手 我知道我是来应聘起宣助理的 所以你就这样放弃了自己唱歌的梦想 也不算放弃吧 就是参加过这么多次比赛以后 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天赋去当歌手了 就想踏踏实实干干活吧 但还是想干跟音乐相关的活 任何事情都可以的 所以就很希望来星空娱乐 你们公司的歌手我都特别喜欢 跟前面几个差不多 都是想混进咱们公司里边来 有机会还能唱唱歌的追追星 我就说了 这种啊 选秀出来的人不能用 就得用理科生 我大学学的计算机工程 就你的资料我刚刚都看过了 你这什么大学我听都没听过 什么计算机 你那个学的什么舞蹈唱歌 不用 不用这个东西 好不好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全班第八名 我带了成绩单的 您可以看一看 就这么着吧 喊下一个 那谁呀 给我喊 你干什么把话说完 郁总 您要是真的愿意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表现 还给您一个 特别大特别大的惊喜 去去去去 什么惊喜 哪是这套啊 你别给我成什么惊恐惊吓 惊慌失措啊 你快回去吧 一会儿会被一堆人等着呢 你就是 我们一定会认真的考虑 你等我们电话 好不好 还不去 看什么 看 看见没有 这小姑娘都看见我的作品 多好啊 你干吗呢 这还不够明显吗 说正事 你觉得这姑娘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坚持不懈这个劲儿 适合去你们起宣布 起宣布皮儿得厚 这脸皮太薄了不行 她要再磨我五分钟 没准我还真就收了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 似的脸皮那么厚 不是你对我态度 能不能稍微那么 那么 下一个 下一位 十五号 跟我来 谁有空啊 帮我抬到摄影棚去 我帮你吧 好 谢谢啊 好 这都是什么呀 好 全都是服装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都还来得及 Yeah Let's go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对不起 谁呀你们是 不好意思导演 我们是给虚哥送服装的 不知道这拍着呢嘛 你们不能出别的门进哪 谁的人呢这是 我摔你你什么感受 我刚刚跟没跟你说过 要尊重别人 你听不懂这两个字 还是你没学过 还是你妈没教过 你你告诉我 不好意思 我忘了忘了 来来赶紧扶下去扶下去 扶下去看伤了没有 来那那又先休息会儿 大伙子您休息会儿啊 一会儿再拍 咱们再来一遍 虚哥哥 你就知道给我水是吗 把手机给我 可是孙姐说 让我帮你保管手机 怕你乱发微博 我说我要发微博呢 把手机给我快点 可是我要是给了你 到时候我又要被骂 好好好 你拿走 好吧 我现在心生特别不好 别让我看见你了 行吗 小姐 放这儿放这儿 虚哥 五家赞助商的服装都到了 一共二十三套 你要试一下吗 小姐 咱稍微能不能有一点演一架 郑部旭 不好意思啊 刚才打扰到你们拍摄了 你不认识我了 是我啊 记得了 不好意思 记不清了 我没心情 您好 您好 请问这些演出服装放哪儿 放门口吧 谢谢 小高 有能修电脑吗 有人能修电脑吗 杜总那台听战模的电脑坏了 有人能修吗 我会 你是今天来应聘的吧 你会修电脑 我大学期间学的是计算机 所以今天只修过电脑 好 那你跟我来吧 好 常人你说的这些我全部都明白 但是这么多年 她的变化你也看到了 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前客 杜总好 杜总好 好了 我到公司了 一会儿再跟你说 我先挂了 那天我朋友确实看到她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不算什么 常人 我们三个人多少年的感情了 我杜婉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比谁都清楚 我当年嫁给陈天昊的时候 她什么都没有 我不求名不求利 义无反顾地嫁给她 我为了什么呀 我就是想追求一份纯粹的感情 那现在呢 这份感情变质了 真的我不想要了 谁啊 你怎么进来的 谁让你进来的 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我 我叫杨真真 虽然我现在还不是你们公司员工 但我已经来应聘了 他们都已经开始让我给您修电脑了 我叫杨真真 他们都已经开始让我给您修电脑了 我刚才说的话你全都听见了 没 你准备在这儿站多久 电脑刚修好我现在就做了 等一下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 我叫杨真真 真假的真 我 我不会乱说话的我 我 出去吧 我 快 我昨儿给你精心准备了那套衣服 你又不是穿了到底 险下晚生 我去跟你说 来 夏人 开门了 回来了 好好好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 你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来了来了 回来了呀 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你先闭眼 闭了闭了闭了 闭了闭了 闭了闭了 欢迎回家 来吧 进来进来 不许张开啊 小心 小心 这儿 台阶上 好 好 好 张好了 别动 别动 张好了 不许张眼啊 好 别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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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真真同学 我知道 你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不过没有关系 这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我呢 希望你未来的道路 都跟这条鲜花大道一样 色彩翻来 美丽芬芳 还有 最好爱的道路一端 还有一位白马王子 正等待着我们的珍珍公主 怎么样 愿意吗 我爱你 我爱你 爱什么事 臭美 哪有这么贵的呀 我准备了一个魔法棒 希望杨真真之前所有的事 失败与挫折通通消失 迎接她的都是阳光与美好 您好 京东生仙 您好 这儿吧 好 这是您订购的京东生仙 请您检验 小姐 小姐 你过来一下 你帮我听一下 这首歌我用唱歌唱出来好不好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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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有感觉吗 什么感觉啊 我不太懂啊 就是你听一首歌 难道你心里没有什么感受吗 对不起啊 许哥 你知道的我不太懂唱歌 不懂没关系 好听还是不好听 好听 好听 行吧 你去玩吧 对了 许哥 今天刘总又骂我了 说你乱发微博 让你以后别再乱发了 这刘亦南不让我出去玩 也不让我上网 还真把他自己当作是我的监护人 想太多了 孙姐也说我不该把手机给你 他不满意你就让他来找我跟我说 还有如果刘亦南骂你的话 你就给我顶回去 说微博是我自己发的 说明是什么 我会放过一把词 我会放过一把开 下旁边的社会 我令他们既然想起床 他说什么 他在每一开始 移捕了 一些什么 好 我跟你说 你请上你的围巾 rap 你选我 你也不当然 你更多 你没想到 好 你去哪里 找我 你找我 你找我 你也是 什么 穿过围巾 不是很适合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在我房间 拿去用的 太贵了吧 要不要 我 我要 那我去给你炸果汁 这吕玉南竟然还跟我来气啊 还怕另外一个新手来敷衍我 看我不发个微博爆点料才怪 聊会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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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直接进了摄影棚啊 我还闯了个祸 一不小心跟人家搬五个演员给水的 那怎么有人骂你 好像没有呗 看时候还好 不过我们讲证人吧 你们有没有见到那个超级大明星 怎么样 他本人是不是超级帅超级有魅力 见到了 在排舞好像排MV吧 这反正我也看不上 杨真真 你还看不上别人了 这不对劲啊 是不是有什么八卦呀 说一下 我跟你讲那个人真的超级拽 目中无人 真的 永远就只有一个表情 看一个影怎么样 你就看他的助理 你知道什么叫精柔寒浅吗 你看他们家那小姑娘吃到别他这么死 这有什么呀 人家是偶像啊 偶像拽一点 这很正常吧 如果我成了明星 我估计更拽 不跟你讲了 我看一下他微博 有没有发什么东西 杨真真 杨真真 他还真发了东西 发的就是那MV的事情 你看一下 看 他发的什么 NG无数次 各种想不到的坑 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专业的团队 我跟你讲那天在现场 你光听那声 你就知道那舞蹈演员摔得多惨了 骂得郑国序 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一般的明星在这个时候 应该都会发一些慰问啥的 他还真是有什么说什么 但导演在现场骂着骂得可厉害了 不过 好像就只有他去扶了人家一把吧 那证明他还挺耿直的 人不错嘛 哎呀 到底是富二代啊 就是说话意气 他这样发微博 倒是容易遭黑倒是 你看看网上有多少人黑他 不说黑他的 你就看他的表情包有多少 还真的有很多呀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哇这也太逗了吧 诚诚 你倒是要真的进了那个什么星空舆论 可是随时随地都能见到活的表情包了 这你拉倒啊 我要真进去了 我肯定离他巴掌圆 要不然被他整了死 为什么呀 你之前不是跟他一起参加过那个什么选秀吗 也算半个手人 我跟你讲 当时选秀的时候我还跟他递过麦来 看他现在 人真的是只要当明星 连里就没有其他人了 今天我当面跟他打招呼 他正眼都没看我一眼 这个多尴尬嘛 这不是很正常的 我要是成为明星了 我也远离你们这些糟糠之遥 省得让我想起这些痛苦的往事啊 你把公司的前途全部押在一个艺人身上 我觉得这样做不妥 这事我解释好多遍了 我不想再说了 他资质频频毛病倒不少 等他火了之后你很难驾驭的 这些我都已经考虑过了 他身上有我最看重的东西 你跟主办方按相操作 生生把他捧上去 尤其给孩子嗓音条件比他好 这样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公啊 嗓子好就能火 你自己是歌手 这换你心吗 正因为我之前经历过这样的不公 所以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正因为我也遭受过这样的不公平 所以我知道 掌控主动权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 我的主人有一通电话进来 电话电话我一边接你的电话 我的主人 喂 是 你好 好 吃吧 好好好 我今天就去报道 下眼 星空母国今天通知 正式报道上班 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顺利的有些不可思议 你 前面等待我的 会是什么呢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 别让正国序随便发微博 至少在发之前先检查一下他的措辞 你们这肩膀上扛的是屁股吗 怎么就不能够记身呢 自己看看 是在网上骂成什么样了 小姐 我不是交代过你吗 你怎么对工作一点都不走心啊 孙姐 我每天都听他的都被骂 我哪儿还敢让他听我的呀 骂骂群演就算了 你看他怎么说的 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一个专业的团队 好吗 这一句话把整个剧组全给得罪了 还有啊 上回一个记者 就问了他几个不是很合适的问题 他把几家媒体全给骂了一遍 弄得我的热脸贴冷屁股 我请那几个准备吃饭我容易吗我啊 咱们公司又不是只有他一个艺人 他这么多我们体全不怎么干活 他就是个昭黑的体质 说话不过大脑 你还跟我的笑是不是 怎么就不行事大了呢 他没脑子你们就不能过过脑子吗 拍MV的徐岛今天早上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 话里话外的挤着我呀 说我这个是踩着他的团队捧着我去 说我炒作无底线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 刘哥 我们徐徐不懂事给你添麻烦了 那我知道您本事大呀 那就算是那非洲的小黑娃 敬您一过手 那也保准洗得白白嫩嫩的 您说是不是 你别给我戴着高帽了 没用啊 我告诉你 他要再这么随随便便的装备 我真没有能力给他洗毛 知道吗 他这么多对她有好处吗 我跟徐徐说过好多次了 那他可是他不听啊 那我也不能二十四小时守着他呀 总之你们都有道理 我们徐徐不类似那活 给他塑造形象 他那好一条微博 我们全摆麻烦 那您说怎么办呀 要不然您去找他谈谈 一有事就找我 什么都问我怎么办 我 我 你们先出去吧 我 我进去吧 进来 是你呀 刘总好 杜总让我来找您报到 行啊 叫杨真真是吧 真看不出来呀 面试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 你和杜总有关系 那时候还不认识杜总 不认识 不会吧 你和杜总不认识 怎么他专门交代我 要和你单独见一面呢 可能 因为我会修电脑吧 修电脑 不认识是吧 我不管你们认不认识 还是怎么认识的 你能跟杜总搭上关系 说明你还有两下子 我们启宣部还就需要你这种人才 以后把这些机灵劲 都给我用到启宣的工作上 明白吗 好 我现在手里还真有一个 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如果你能够完成得好 那说明你有一定能的 你愿不愿意去 保证完成任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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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助理还你是我助理 下次再玩台钥匙自己卷报自然别干了 下次再玩台钥匙自己卷报自然别干了 你谁啊 我是杨真真 杨真真 好 昨天在棚里把半五摔倒的就是你了 我那是不小心的 其实咱们早就认识了 说怎么有点面熟了 你不是我粉丝 你是狗仔是吧 跟进来了吧 你现在是私闯民宅你知道吗 我可以告诉你 我呢 既不是粉丝也不是狗仔 咱们是同事 我是清空起宣布的 是刘总让我过来跟您商量点事的 刘亦南派你来的 我现在没什么心情 你可以走了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对接了 让她刘亦南亲自到我这儿跟我说 我不认识你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出去的时候接了给我把门关好 别破坏我东西 我 刘总让我告诉您 千万不要发微博 发微信朋友圈 也不要登陆任何公众平台账号 您要想说任何话的话 她可以帮你操稿好不好 杨真真 来来来 快点 看着了吗 看着了吗 她要发什么那幕消息啊 你心挺大啊 还关心这八卦呢 我告诉你 我是让她发消息 没一句好话 全都是炸弹 我让你去传个话 你说什么了把它刺激成这样 我没有刺激她 不可能 你没私底下她发着微博 我还原一些 还原 她就是说没有心情理我 然后就走了 然后呢 然后她就进屋锁门了 我为了怕她听不见 我就在门口大声跟她说了 您要我传达给她的话 你跟她大声嚷嚷是吗 我跟她大声说话 只是为了让她听见 没有任何不礼貌的意思 行 你挺猛啊 你敢和她大声嚷嚷 你知道上一个和她大声嚷嚷 有人情厚吗 话没说明了她给开了 你知道吗 你给我捅这么大个楼子啊 人人人 我开除你算是轻的 你凭什么开除啊 我做错什么了我 你还给我僵嘴 我开除你怎么了 这么简单的任务 我就让你给我传个货 让她别乱发微博 别乱发微博 这倒好 一小时给我来个准时播报啊 你这是给我完成任务吗 你这是在给我下任务呢 那她要是对我有误会的话 我跟她解释一下就好了 你人都找不到你向哪解释去 手机不接 微信不回 人哪 还解释 那如果她是因为我声音大了 她就这个反应的话 那我觉得她这个人不可理你 杨真真 我真的发现你这个人啊 我没法跟你勾动 杨真 怎么样 人找了没 小简只知道哭 说她不知道郑伯虚去哪儿了 也想不出来她会去什么地方 废的 全是废的 我告诉你们啊 还有一个多点 郑伯虚就开始扔炸弹了 杨真真 你给我接吻喽 我 不是 你试试 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 你要么 赶紧把郑伯虚的人给我找回来 要么不许让她再往微博 如果两条路里都走不通 赶紧给我卷步开走人去 那要是我都做到了呢 你要都能做到 我就不叫刘一南 好吗 刘一南 我是男生女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赶紧给我找人家 刘一南啊 刘一南 等我把你操控舆论 点击率造假的事情抖出去 我看你怎么回应 你看郑伯虚微博了吗 他说四点钟要爆料哦 我知道 郑伯虚这人他可虎了 动不动就爆爆料 我们整个部门啊 都在等着看他热闹呢 郑伯虚还真是个大嘴巴 什么都不怕 你没看见前几天 网上怎么黑他的呀 各种段子 看得我都快笑死了 我倒是挺喜欢这个人的 他吧 不装有什么就说什么 一说话就得罪人 有点傻可爱 今天他要是暴露猛料 我也对他露转狠 你可爱个屁 一天到晚肉食手 烦死了 不可能啊 我为我不是一直挂来上面吗 我从来没改过密码吗 为什么 可以啊 竟然敢到我的微博密码 五 四 三 二 一 黄蓁蓁 黄蓁 四点过了 这模续没发为我 我想这次你应该不会被开除了吧 其实我挺希望你能留下来 我也希望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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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一下 梁蓁蓁 你到底干了什么 说 什么干了什么 别装了 郑国序到底没有发微博 按照他的性格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几个都没联系上他 是不是你做什么了 也许是小简 说服他了 你别跟我下手段 你到底动手不手就 说 我 做了点简单的技术处理 什么技术处理 把它微博密码改了 不是 你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地 把这问题给解决了 你是电脑黑客呀 我离电脑黑客 还差十万个程序员呢 不过就是改改平板这种小游戏 我们大学还是经常玩 你笑着 刘总 那我以后是不是得叫你一女哥了 还是一女姐呀 什么一男一女的 没事 就跟他打了个赌 他要是能把事给我办成了 那我就改名 徐哥好 再说了 那是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第一 不能发微博 第二 把人给我找找 谁给郑默训人呢 人哪 我的小爷 这不是我小主吧 你都才回来找人找半天了你真是 别动了 我问你到底是谁 什么谁 谁黑了我微博 黑微博 谁啊 谁黑微博啊 快 我问你们 谁把其他微博的黑啊 就你站出来 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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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这笼子怎么土的 怎么给我补上 怎么又是你啊 这馊主意 不会也是你出的吧 我都不知道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齐宣不都是人子 个个都会装我鬼 徐哥 小小气 别跟这新人一般见识 我刚出了一个齐宣计划 必须跟你商量一下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 请 别让你说你的脾气 刘总这是神大差 博旭这孩子挺简单的 没什么心眼 怎么任何问题 一到你这儿就解决不了呢 别人怎么就能解决 刘总那是老司机 他那本事 我可学不来 你永远都有借口 小小姐 珍珍 今天这个事 我得表扬你 处理得特别不错 来来来 姨姨啊 我的小姐你可暂时回来 来 走走走 走走走 这事谁干了 临时工临时工的锅 你别跟我在这儿洗洗好 把手拿开 是 我告诉你 这事没完 我的小爷呀 你跟一个小孩的 叫什么劲呢 那丫头做事没轻没重呢 把我都吓一跳了 放心啊 我这事肯定不能放过她 回头我一定叫劲她 你就别操心这事了 是她 没错了 新人嘛 别跟她着急 喂 你好 我是 蓝芳原奶茶 录音棚是吧 好 马上去 我一定会给她 我该要不动 我还是很容易 我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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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说谎 遗憾隐藏 都不重要 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 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世界 很冷很远 很冷很远 少年从前 你的依赖 我只想你的双手 一直让我却折 我们的温暖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想念从前 你的依赖 可现在能做的 只能为你去当真 我只想有你 尽情的拥抱 为什么碰不到 就会面对不了